河南大爷带父亲一诱健保 说有神秘人欲出价一亿购买 专家一席话却让大爷当场发怒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只见一位大爷快步走上台来 自我介绍说来自河南 今天带来的可是价值一个亿的东西 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 大爷可真是语出惊人 看着他手里那小小的茶叶盒子 厂商观众都是嗤嗤以鼻 价值一个亿的宝贝 就这么随便用一个破茶叶盒装吗 大爷这不是在开玩笑吧 这时主持人也好奇地问道 不知道这小小的茶叶盒子里装的是什么 可以打开让大家常常见识吗 大爷一边打开盒子一边解释道 主要是自己的藏品太小了 而这个盒子正好可以装下它 说着大爷就将藏品拿了出来 只见是一个小小的金色动物的东西 这时主持人又问道 那这到底是什么呀 您是怎么得到的呢 大爷无不遗憾地说道 他只知道这是一个小金印 其余的他什么也不清楚 这是他父亲临终的时候才交给他的 不过什么也没来得及告诉他 所以他也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就一直把它当成普通的金字看待 直到两年前的一天 他的一位高古玩收藏的朋友来家里做客 无意中看到他这件东西后 告诉他这应该是一件好东西 之后还帮他找了专家想要鉴定 他全都没当一回事 在他看来这就是一块金字而已 感觉朋友有点小题大作 本来他还想把这块金字打成镯子 送给老婆当礼物的 但是之后的一天 他突然接到一个神秘电话 说是要出一亿将他的金印买下 当时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遇到诈骗了 但是过了几天这个神秘电话就又打来了 说是他要愿意就直接给他打钱 说实话他当时是有点猛的 他一家人一辈子不吃不喝 也挣不了这么多呀 但激动的同时更多的是感到害怕 这时他才意识到 也许朋友说的是对的 这个东西应该是大有来头 所以他委婉拒绝了那个神秘人 在和家里人商量之后 决定带来让专家鉴定一下 大爷的一番话 让小小的金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也成功勾起了大家的好奇心 这金印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秘密呢 竟然真有人愿出一意购买 此时主持连忙请大爷将东西交给专家 专家也是迫不及待的结果后 就开始仔细地观察起来 不一会专家开口说道 这个金印底部是八思八文 比较可惜的是 我们专家查了有关资料 没查出来他底部的那四个八思八文 到底是什么内容 这个是很遗憾的 这话一出让场上 众人都是惊讶不已 没想到竟然连权威的专家 都认不出来这是什么意思 那这金印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只见专家接着说道 其实有很多人家里有这样的金字 但是因为不了解 就会把很好的东西 或者是文化价值极高的东西给融掉了 那么怎么判断这些老黄金的文物呢 我们要看其造型 这是代表它一个时代的特征 大家看这件东西 上面是个带翅膀的一个虎的造型 而且迎面是整整齐齐地给切下来了 这种造型的印钮 包括底下的一门八思八文 就是元代的特征 不过还要看所谓的金皮子 这就要用大约15倍的放大镜 来细细观察 看上面有没有使用痕迹 有没有过去古代的胶筑痕迹 而这个印有面部的一个侧面被切过 侧面看的时候露出来的反射的光 就跟周围的老金皮子 正好形成一个反差 所以根据这个就可以判断 这就是一个老皮子 而它确实是一个老的元代的金印 听到这里大爷顿时就喜笑眼开 脸声叫好 但是这时专家又说道 虽然它上面的文字 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过可以确定这个东西 确实价值非常高的 因为在元代的印章里头 玉印 银印 铜印都有 而唯独金印是极为罕见的 只有在2007年的时候 在法国出现过一枚残缺的 是印鸭类的 所以这金印是很珍贵的 很可能啊 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 或者说在媒体上出现的 第一枚元代的黄金印鸭 专家的话顿时就让现场沸腾了 那岂不是就是独一无二的东西 那它的价值实在是无法想象 大家瞬间热气地看在台上 大爷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但此时专家又说道 这枚金印可以说是国宝级别的文物了 我劝你还是上交给国家最稳妥 对我国历史研究做出一分贡献 此料大爷听后直接就变了脸色 当即就反驳道 难道有规定必须要上交吗 国家要是想研究 它可以借给国家 为什么一定要上交呢 这毕竟是自己父亲的遗物 不管怎样他都不会去上交的 除非有这方面的规定 说罢就离开了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